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到這台黑色自小客車 行進高雄林雅區三多二路跟和平二路的路口時 先是撞上了分隔島 右轉後又直接撞上了民宅外牆 過了不久警車也追了上來 原來因為這台黑色轎車是失竊車輛 在路上遇到警方盤查後心虛落跑 帶您來聽警方訪問 無料該車駕駛拒絕配合並加速逃逸 轎車撞上圍牆後 駕駛也隨即汽車徒步往巷弄的方向逃逸 警方目前是先把車輛拖回 並請監視人員裁正 專案小組調閱監視器畫面後 目前也已經鎖定特定對象盡情追查